大家好,我們是捷運汽車 旁邊後面 2011年的Volvo XC60 XC60其實在11年這個年代對不對 它有很多的科技跟福特是共用的 所以那個症狀都一模一樣 Volvo的引擎應該很耐用 Volvo的引擎在我們這幾次的測試裡面 其實不耐用耶 柴油的耐用 汽油的 S60我們重一次嘛 氣缸裂嘛 XC60去年重一次嘛 活摘破嘛 這一次是它的 出輪頭尺盤位移 鏈條拉長 所以它的證實就是 氣門的時間跑掉了 那會什麼 會抖抖 不管是S60 不管是XC60 你到這個年本 10年左右的車子 就是2010年到2014年左右的這個區間 你選柴油的比較沒有問題 那它們兩個 汽油柴油的價位差不多 這是我良心建議 我們公司 汽油跟柴油都是一樣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會怎麼樣 我們孤車我們都會 去插整個鏈條看故障嘛 有人會說 你這樣做什麼太嚴格了 中虎車就是一個買賣業 當我們沒有去檢查 去做一個把關的話 那我們就有可能賣給下一個消費者 遇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不隱瞞的 但會不會 我們買的時候是好的 回來放一個月以後 賣出去壞的 有可能 因為它畢竟是中虎車 它不是全新的嘛 它有點年紀了嘛 對不對 你20歲的小男生 當然 不太會生病嘛 那你如果是10年車 就比你60歲的男生 那它當然會可能 某些東西原本好好的突然 有一些病況嘛 好啦你看 今天我們多負責 因為我們是插電腦 看到有突然有齒盤 位移的電腦訊號 其實你在這個 螢幕上面是沒有亮任何燈的 正常如果它壞會亮引擎燈 引擎燈是長什麼樣子 在左上表這邊 這個黃黃的是引擎燈 有一個儀表上面有任何 紅的黃的都不對 那這個意思是門沒關 這個意思是手大車拉著 欸 田田 還是我們不要修了 那修下去就5萬7萬 啊我不修就可以賺5萬7萬了 可以嗎 那一個月後還是會回來啊 啊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做良心生意啊 不行不行 不行嗎 老闆要跑路了耶 突然有齒盤呢 這個其實VOLVO比較少見 最常見是什麼 賓士的C-Class C-Class 你如果在發動的時候很難發 特別是賓士的車子 像這個就還要正常 難發就代表它快壞掉了 它這個證實已經對不準 特別是買賓士的C-Class 啊你買什麼車都一樣啦 如果亮一個引擎燈 我們把這圖放上去給大家知道 亮引擎燈的車子 千萬不要買 你至少 比如說你去某個武車行 你看看到這個燈 他跟你講什麼話說你就不要信 請他把它弄好了 然後你再來試 如果他亮引擎燈的話 有亮過的話你試長一點 因為有可能是被消掉的 那被消掉你要跑長途 它才會跳出來下一次 好不好 這是經驗法則 接下來維修交給師傅囉 捷運汽車提供一個 非常專業的固價網站 只要進入AutoStar的這個網頁中 進行中古車的線上固價 我們提供了16種品牌 160種車型 以及5000多筆的資料 只要您提供車輛完整的資訊 我們就能提供您 最精準 最正確 的車輛估駕服務 好 那今天我們要來檢查這一台 剛剛收回來的 收回來的時候 有檢查到它的 引擎異音非常大 我們可以先發動來聽一下 現在我們聽到引擎的聲音很大聲 而且都是在 上半部這一塊 聲音比較大 就有 咖咖咖咖咖咖的聲音 這個比柴油車還大聲 現在我們就是要先把皮帶拆掉 再發 看是不是外部的零件 還是引擎內部的零件的意義 先把 外面皮帶先拆掉 跟其他的一些 水泵布啊 方機泵布這邊 全部讓它分離 就單獨讓引擎運轉 看是不是還是有聲音 如果還是有聲音的話 就是引擎內部的聲音 所以我們先拆皮帶來看 所以好一點的狀況就是 修外部就好了 比較麻煩的話就是 可能要把引擎拆開 引擎內部的聲音 引擎內部就是先開蓋 看是上半的聲音 還是下半的聲音 還是裡面的聲音 這個要一個一個檢查才知道 像X460這台車 2011年份的 有什麼樣的通病嗎 有遇過它的煉輪啊 證實了裡面那個 它裡面內部異常也會有聲音 所以我們在懷疑 這個部分 有可能是那個的聲音 所以我們要先把皮帶 先拆掉再試看看 看是不是還是有 如果還是有的話就是要開蓋來看的 好 現在我們外皮帶已經拆掉了 現在就單獨的驅軸 等一下發動就讓它驅軸自己運轉 不要附加任何連接 看異音是不是還是一樣 如果這樣就沒異音的話 那應該就是外部 看是哪一個零件壞了 如果還是有聲音 那就是內部發出來的聲音 就是要檢查裡面的 現在我們發起來 它聲音還是一樣 那就代表就是裡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先把上蓋拆掉 然後看它的鈴輪造成的問題 師傅 那如果這種異音啊 發現了可是一直不去處理的話 在行駛上面會有什麼樣的安全遺憶 如果它沒有馬上去做處理的話 有可能造成就是它 可能某個地方泄壓了 油壓到那邊的時候 它跑不到後面 就有可能也會造成 其他地方跟著潤滑不足 所以有發現了還是趕快處理 有發現還是盡早處理會對 引擎比較好啦 要不然等下到時候有問題也不處理 到時候又造成引擎內部異常 你到時候又要整顆打開來修 更麻煩 也是一個很可觀的一筆資金啊 師傅那除了我們剛剛有檢查到的異音之外 這台車還有什麼其他問題嗎 就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就只有 就只有異音的部分 對 就只有聲音 比較異常 師傅那我們現在主要是在看什麼 要看它的煉輪啊 有沒有異常 我們現在上蓋已經打開了 我剛剛檢查了一下 有沒有 它冒泡泡 泄壓了 泄壓就也有可能會造成這個聲音跑出來 這個是好的啊 所以主要現在就是 把那個螺絲處理掉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煉輪 煉輪啊 對 那個煉輪要換 啊 可是既然都拆了 你都換了這邊煉輪 你這邊不換的話 到時候我換上去 過沒多久 變另外一顆煉輪壞掉 一樣要再拆一次 那不如就一次工把裡面 該換的都幾 全部都一次換一換 一次換一換 對 它是哪邊的螺絲沒有做好 動力棒譜的啊 你剛剛就這樣子 套著 然後這樣子就動了 然後其他都是擠的 你現在可能修太累了 忘了哪一個 螺絲卸壓 跟鏈條 它這樣子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它鏈輪就是 這個壓力 控制法 去控制它的油壓多寡 然後 讓鏈輪裡面看它要提早多少 或者是減少多少 去做調整啊 可變啊 進排氣可變啊 它都是這樣子的做到 如果你卸壓的話 它可能要它 跑個5度 它是因為卸壓而跑 只有跑個2、3度 所以達不到它的 電腦指定的要求啊 這樣的話 它的那個動力啊 馬力輸出啊 就會 不一樣 就會比較 感覺會開起來 會比較沒力一點 它這個應該只是 初期的狀況 還沒有很嚴重到亮燈 它這個是老化造型的 用久來啊 就跟雙B的一樣啊 鏈輪卸壓 或者是鏈輪壞掉啊 都會導致 開車起來比較笨啊 反應比較慢啊 有需要說底層到了多少 然後就要檢查一下嗎 你要檢查的話 你也是要開蓋啊 一般來講 如果你沒有肉油的話 不會去拆到蓋子的動作啦 所以這東西其實也很難去 預防性 對 除非你就是 感覺到它 聲音變大了 或者是 作動異音 那種就是 可能要先檢查一下 也沒有辦法做什麼預防 預防 基本來說 班正常人 沒事不會去花四五萬 去花這個東西 這個我零件叫一叫 可能就是五六萬塊 所以一般人如果要 我要保養 然後直接換這個東西 其實不太可能 都是 遇到的時候再來換 對 這個我們今天在拆的這個是 座 因為我們要 拆側蓋 可是它的側蓋這邊 它側蓋是到這邊 所以它連這個座那些 全部都要分解掉 側蓋才可以單獨拉開 所以你要拆的東西 包含現在中間這一塊也是 對 全部 你只要有相關聯的 全部都要拆 要不然你沒辦法打開 你說為什麼要拆它 我們主要拆這隻嘛 因為它後面有一個固定 曲軸上十點的位置的特工 它就剛好躲在 傳動軸的正後方 所以你傳動軸要拆掉 往後拉開 你才有空間 去塞那個特工 要不然你沒辦法塞 這隻螺絲 伸進去 然後就開始轉 轉到底 然後曲軸就順轉 轉到它卡住 就是第一缸上十點的位置 師傅如果像我們現在把周邊的東西拆一拆 有什麼是可以順便幫它解釋 檢查就是拆開看 周邊還有沒有其他地方 漏油可以一次用的 就一起用一用 可是目前看起來 它周邊是都沒有漏油 就很乾淨啊 這個年份的車 這個車況算還不錯 算很好 要不然通常 這個年份應該都是 整顆全部都是油 前哲組應該都有在顧 它這個墮輪 是反勾的 你要換皮帶 整個墮輪要拆下來 才換得到 如果你沒換的話 你皮帶完全都拉不出來 很不人性化的車 現在要來拆 後面的真空棒跟高壓棒 因為我們的那個正式特工 最準的角度就在這裡面 所以這兩個要完全拆掉 你才可以把那個 特工固定的角度放進去 你這樣拆的時候 它正式才不會跑掉 裝的時候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它的高壓棒 高壓棒是可以加壓 然後讓水在裡面快速的放嗎 不是不是不是這個是汽油的高壓棒 就可能它是汽油泵補 可能打 比如說打5個壓力出來 然後到高壓棒的時候變成放大到200個壓力 然後進去到缸內只噴 對 這個是汽油的 阿水的也有 水的就只有水泵補而已 它是放大 放大汽油壓力用的 不想拆那顆 結果還是要拆那顆 越不想面對你 就越會來 因為它油管擋在那邊 我沒辦法拉出來 那像這台車的這個問題 如果放回原廠去處理的話 價格大概會差很多 價格一定很貴 沒有個十幾萬跑不掉 主要是那個工很麻煩 工麻煩然後練輪也貴 對啊 它上面有一些銅銅的那個什麼東西 膠 蜜蜂膠 那我們如果等下裝回去的話 你要再重新嗎 要 要重新打膠 你不打膠的話 它就會漏 裡面 這個 這一隻也是一個特工 你那隻特工要卡進去之後 你才可以拆這個螺絲 它的位置才不會跑 我現在已經拆掉了 把它這個就可以直接拿下來 你看這個它沒有任何記號尺 它是單獨靠螺絲去加壓它的 所以你拆裝一定要有特工去固定它 要不然位置會跑掉 接下來 拆側蓋了 平常也不用健身的 然後平常這個就當健身 就是它的鏈條張力系 它的作用主要是什麼 就是 ㄍㄧㄧㄧㄥ 把鏈條拉緊啊 讓你引擎在作動的時候 它不會忽然 一瞬間的鬆掉之後 它跳直 它就是一直ㄍㄧㄥ的 全時ㄍㄧㄥ的鏈條啊 終於 真的是大功成 聲音的來源 這顆 正常是要很緊的 它現在已經是鬆了 我現在用手轉就有這個聲音 正常是不能有的 正常是緊的 我用手轉就有這個聲音 你發動的時候一定更大聲 所以這顆鏈圖已經壞掉了 這顆油比較好一點 這顆比較嚴重 那像我們剛剛檢查的時候 不是冒泡泡的是另外一顆嗎 就這顆也有泄壓 可是沒有這顆來的這麼嚴重啊 喔 了解 對啊 它這顆它沒泄壓 可是相對的它的間隙變大了 對啊 那這個是內部有泄壓 可是至少它的間隙是還好的 不錯 對啊 好 這邊就是我們拆下來的正實組 含煉輪 可是這個煉輪看起來顏色 進氣的 看起來顏色就很乾淨 就代表是 它進氣側的應該是有換過 排氣側沒換過 然後我在拆下來的過程中發現 它的排氣煉輪裡面 它有一個墊片 然後進氣輪 拆下來裡面是沒有墊片的 結果我後來去查了 找了零件側發現 它應該是進氣煉輪裡面 才有一個薄墊片 排氣是沒有墊片的 所以它應該是之前有拆過的時候 裝反 對 沒給人家裝 裝反 裝錯邊的 裝錯邊會造成這個煉輪裡面 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也很難去預估啦 所以就盡量 你都拆下來了 就一起 就全部都換一換 這樣比較保險 要不然 我等一下這顆再裝上去 就用沒多久 又有問題 結果還是要再拆一次 原本要叫正常零件 結果後來詢問了之後發現 它跟福特的零件是一模一樣 這顆引擎的正式套件 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也可以用福特的 福特跟VOVO的價格就等於說 差了快兩倍 所以這次我們就叫福特的零件 我們先來比對一下 你看 這有福特的LOGO 這是福特的Mark 然後把這個拆掉 這是新的喔 叫來的 一樣上面有印 火魔口 然後這一個 是我們拆下來舊的 舊的VOVO的原廠零件 上面也是 有火魔口 比對一下 完全就是一模一樣 只是出廠的零件 出廠的廠商不一樣 價格就不一樣 這個 已經拆下來了 我會建議換掉 你看它這邊正式鏈條頂的地方 它已經有點凹陷了 它吸的是完全平的 所以這個用久了 這個都已經拆下來的 順便也要換一換 然後另外一邊的滑板 都是由福摩口 然後外表都長得一模模一樣樣 然後我們來看鏈條 因為廠商是說 它用VOVO的下去零件側反差 福摩口那邊的零件商來源的 號碼都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都是一定可以控用的 右邊 是我們拆下來的鏈條 左邊是新的鏈條 你看最下面 長度就有一點落差了 這代表這條已經有一點拉長了 所以 電鐵也要跟著更換 再來我們看鏈輪 這是福特正常的鏈輪 然後放在這邊 跟拆下來的筆 完全一模一樣 根本看不出 到底是福特出來的 還是VOVO出來的 好 那我們就來裝車吧 是不是像它 剛剛那個電片裝錯啊 跟它這個引擎壞掉有關係 這個 很難說啊 會不會長久以來密封不好 一直導致泄壓 造成它內部損壞 這也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 一起換掉是 最穩當的 要不然我不換 到時候裝上去 結果 沒多久又有問題 那還不知道再猜一次 像它這個引擎故障 是 這顆引擎的通病 差不多啦 有機會要遇到的 對 有機會會遇到 因為只要是這種 自動調整電輪的 它只要卸壓 或者是它裡面 內部磨損間隙變大了 聲音 就會有異音出來 嚴重一點的話 就會故障馬跳出來 會有機會 顧入嗎 顧入喔 基本來講是會先亮燈 庫裡它就有可能就是 越來越嚴重 然後頂到真的最嚴重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 偏移量過大 造成它的那個什麼 氣門頂到的話 那就整顆引擎就要拆了 現在鏈條張力器裝好了 鏈條跟導板也都裝好了 這時候就可以直接把它拉開來 鏈條張力器的固定座把它拉開來 然後它就會頂出來 當鏈條屬於正常的鬆緊狀態 接下來要來鎖鏈輪 已經對好了 現在就要把側蓋裝上去 裝上去的時候 我們等曲軸皮帶盤裝上去之後 我們再來Double Check 看證實有沒有準 有準的話就可以全部復原了 先稍微清一下 剛裝的那一片是什麼 這個啊 正時蓋啊 怎麼樣和正時是有對準的嗎 特工啊 他們每一顆引擎都有一個 專門對正時的特工啊 就這裡啊 這一個是固定凸輪軸的 然後下面曲軸還有另外一支 是固定曲軸位置 讓它不會跑掉的 你只要這幾個位置都對好 就一定不會錯 我皮帶盤 如果裝曲軸皮帶盤的時候 你這個特工一定要架上去 要不然你鎖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師傅你剛剛說它的扭力是 100牛米 對啊 100牛米 然後還要再轉90度 轉90度那個是什麼 90度角度啊 這樣它才會夠緊啊 我們要來裝曲軸位置感知器 它這個有專門的特工 一定要對上去 然後卡進去 這樣才是正確的角度 要不然你怎麼裝 怎麼調都一定會亮燈 這個要一定要注意 正時固定的特工都拆開來了 然後轉曲軸轉個兩圈 然後再來對看看 正時有沒有跑掉 好現在 都可以插到底了 就代表現在這個角度暫時是準的 然後就可以全部回裝了 我現在裝的這顆是什麼東西 引擎腳 這個是不是跟車輛 會不會抖動的關係 對啊 這個壞掉的話你整台車都會很抖 它的作用是 是點贈 西贈 好現在我們 路四 OK 原來車子顯示器改也都很正常 所以下次Volvo的車如果你要去維修的話 可以請店家問一下零件行 看比對能不能 是不是通用的 如果是通用的話 你的價錢至少可以省得 三分之一到一半以上 我在沒有維修之前 我只是猜測 Volvo的XC60 跟福特庫嘎 的零件是 相似 但等到我們維修師傅拆開 才發現是 共用 相似跟共用是不同的內容 你說VAG 福斯奧迪 Skoda 他們的料件是相似的 但他們是沒辦法共用的 而這個居然 確實是可以共用 對於我們消費者有什麼好處 就是 至少啦就是 但是你後續在維修Volvo這個車子 你有那個比較便宜的材料可以用 對於你自己的維修保養費用是下降的 包含我們這次維修出來的金額 好不好 比我預想的十萬塊低非常多 五萬多塊可以解決 凸輪軸齒盤跟鏈條 跟 氣門式墊片的內容 這集的影片 一點一滴的分享 原來Volvo跟福特 用一樣的東西 每一次拍攝 經過每一次的經驗法則 也讓我們更了解更進步 在沒有拍之前我也是不知道了 也讓這台車子 經過一個非常大的維修跟保養 讓它更有市場價值 更值得下一個客戶買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掰掰